好 接下来关心国际狮子会300A5区第八专区第十九分区 五个狮子会8月21号率领众多的狮友们一起到玉里的中正堂 举办了捐赠物资爱心伞捐赠即血糖测的活动 那么镇长龚文俊也跟玉里镇的各里的里长一同来参与 并且也捐出将近有200份的物资以及爱心伞给玉里镇内 低熟弱势的长者们 每一位长者有秩序的拿着通知单一个一个排队 要领取物资以及爱心伞 这是国际狮子会300A5区第八专第十九分区 有五个狮子会会长会友们来到玉里镇中正堂 办理物资捐赠以及爱心伞捐赠剂血糖检测活动 感谢你们让我们狮子会能够有这个机会 来跟里面跟我们的乡亲 这个做一个很好的目标 镇长龚文俊也与玉里镇各里的里长一同参与捐赠一事 并也表示在这近几年 花莲发生多起的天然灾害 造成道路建设以及人民的工作都受到影响 狮子会的爱心民众都感受得到 国际狮子会希望透过这场爱心捐赠建立国际狮子会公共形象 让更多人认识狮子会 让更多人加入狮子会做更多的服务 把爱继续传扬下去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